由民間企業公司所捐贈的 充其是負壓隔離艙 19號在台東空情總隊 第三大隊正式啟用 台東縣長饒慶玲也回贈感謝狀 並表示台東縣是全國唯一 具有此設備的縣市 不只降低醫療人員受感染的機率 同時也大幅提升離島的防疫效率 縣長表示台東縣目前仍維持零確診 零隔離 但面對即將到來的五一連假旅遊人潮 衛生單位更保持高度警戒 全縣包括藍與綠島 都已做好萬全的防疫措施 空軍總隊表示 小型負壓隔離艙使用效果如何良好 未來不排除各基地直升機都配備 也呼籲民眾能做好勤洗手 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的防疫措施 保護自己也維護別人健康 原始新聞本家 在台東縣長饒慶玲報道